跟奥运火炬一样 感觉怎么样呢 找个山花坐一下 嗨 这是我们在澳门最后的那48天 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 然后我们马上就要走 所以真的觉得要好好珍惜 接下来过了每一天 我还准备炖一个鸽子 还没有加水 里面就是鸽子啊 虫草花枸杞 然后还加了天麻和桂圆干 下个星期就是论文的最后截止日期了 所以赶快来改第二班论文 下个星期 要不要试一下 好啊 要一个咯 嗯 你还有什么别的吗 你先买呗 8点 8点多少 8点半出来 到现在也没有找到 现在搜搜那个地图 我可以请你找一个 没事我们会找到的 嗯 现在往下升方 几个 几个大教堂 刚刚在里面做了一回虔诚的教徒 前程的教徒 因为今天是星期天嘛 然后就会很多人过来礼拜 然后我们去里面参观了一下 是那种非常简朴的风格 然后里面很多前程的爷爷奶奶拿一些书 还有 芭蕉叶 对 芭蕉叶 应该是 这个还蛮生气的 我们可以去查一下 为什么要用芭蕉叶 可以看一下里面的前程 嗯 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 芭蕉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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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奥运火炬一样 好消爽 是啊 黄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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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位女婿有话要讲 我实在是不能忍受 为什么我们想来的这一家餐厅 到了营业时间10点钟 才不开门 一秒钟它都不会早开 真的真的蛮令人 就只这样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作为一个非常想吃的客人 我们还是非常有耐心的在门口等着 吃货的精神 我们准备点这两个有温泉饭的 感觉怎么样呢 非常棒 这个鸡划是刚刚炸出来的嘛 然后它的外皮是非常酥脆的 然后上面撒了一层薄薄的五香粉 然后不会太腻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这个面好不好吃 它这个面是那种比较软的 然后一点也不黏 然后它是比较细的一根 然后跟这个气盘搭配起来就会比较没有那么腻吧 就可以中随上的味道 但事实上我感觉如果吃久一点 这面还是会有一点腻 因为它毕竟是油面嘛 然后所以就会有一个冷的温泉蛋 真的 我觉得摄像这个挺好的 天生好似的这种感觉 好,我们现在在一片丛林里面行走 穿梭 这就是澳门的如莲若公园 对,有很多老人家,很多爷爷奶奶在拉湖 我们应该是最年轻的 我们是最年轻的养生族群 对,现在也下雨 然后就是很放松的地方 真的,就是来到这边 你吃完一个新鲜巴的西多士 对,然后来这边 可以休闲放松一下 虽然有点小 但我觉得其实这个公园在澳门来讲真的算蛮大的 相比起我们那边那个花钱公园来说 这个应该有 就有一个破旧群 四五个花钱公园那么大吧 然后下次我们可能会去到二龙喉 那个地方更漂亮 对,二龙喉有那个缆车可以坐 对,挺不错的 然后可以在里面多走一走啊 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远离一下城市的喧嚣 是是是是,非常棒 我感觉是半区要跟半区要许 就是说我的日常在做一些往未来的发展的东西 或是说它是鲜黄色 它说这样的黄色才能在一片中老年费床 我隐而出 天啊,这个是 圆满结束 耶 耶